要是这杨老爷子真的过去了 那这官司该怎么打呀 冤有头战有主 该是谁的是谁的 跑不了 跑不了 谁跑不了 不是 不是 你干我干吗呀 我 我就是一跑腿的 一口门子汗擦擦 哪有汗你眼下花了 展卫大 您在屋呢吗 在呢 进来吧 展卫大 杨那人说杨老爷子是 吃着咱们店里边海鲜 闹得病 先把晚上说得真的假的吧 反正是 海鲜我上了 我有责任 这药件 是 展卫大 咱是一家人 这时候我得扛一绑子 有经过手了 算我一个 别别别 等等等等 你们什么意思啊这是 你们不是一个个 都怀疑我吗 今天我就把话撂这儿了啊 这给杨老爷看病的钱我出 这坑我占了 你们谁也别想插脚 这事 谢谢你 下回家 爷 您慢走 爷 起来 你爸想 杨老少爷 您回来了 你们家掌柜的呢 出门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清楚 不清楚 我们 我们家老爷子 吃你们家的饭 在中毒了 这事不假的 老先生中毒 这事不假 但是事情还没有 搞清楚 没搞清楚 我听您话里话别的意思 是想抵赖 我没想抵赖 冤有头债有主 是谁的锅谁背 这个事 我们不含糊 这说来说去的 就是不承认这问题 出到你们家的饭菜里面 不不 杨老少爷 这个 确实是事情 还没有搞清楚 所以我 有什么不清楚的呀 明摆着的事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们杨家是软势子 随便你们捏呀 那不是 告诉你们 惹起火 好 一把火收了你们的老酒馆 杨大少爷 要不您 您先坐 我爹性命垂危 我坐就住吧 那送菜的呢 姓贺的呢 您找他干吗 把他找嘛你 姓贺的 姓贺的 出来 姓贺的 谁啊 那个 是 是叫我吗 你姓贺的 对 我姓贺 您 您哪呗 您给我们家送的菜呗 你给我们家送的菜呗 你杨大少爷是吧 对对对 是 是我送的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给我们家送的菜 你告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送菜是送出了事 不 他 他 他跟我这送菜没关系 关键是那菜 不 也不对 这 这菜是新鲜的 他也吃不出毛病来啊 不是 杨大少 我 我跟你说实话 我 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咋回事啊 不知道是吧 确定 那我问你 为什么花钱给我爹治病呢 不是 他 他不是 你变病了吗 那我就先给治治呗呗 他我也是变好心哪 你 好心 我看你是心怀鬼胎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降温 说谁是鬼 你 你看你 我这打死了 你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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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怕你们 每人跟你们磕仨想投 快快 喝点了 我告诉你啊 我说县长 你谁呀 大少爷 这是我们当家的 杨大少爷 都被人耗了 杨大少爷 我是这老酒馆当家的 啊 给你们家送的菜呢 就是我们酒馆做的 出了事我担着 您要打打我 好吧 不打旁人 您说这话我可不爱听 咱可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是是是 我爹这事 到底怎么回事 您得跟我说清楚了 咱们坐下说 别急了 站着说吧 脑袋清醒 这事要从面上说呢 你们家老爷呢 是吃了我们家的菜以后 坏了肚子病倒的 可到底是不是 我们菜的毛病 这话还得两说 大夫说这海鲜不新鲜的时候 可依然都隔了夜了 那到底吃的时候 新鲜不新鲜 这不好说 我听您话这意思 是想躲了 您说我要是想躲的话 我还能出那诊费和药费吗 眼下老爷的病重 治病咬气 您说呢 有病治好了以后 咱们再掰扯清楚 您敢行吗 真正乖的 冲您啊 今儿这事我什么都不说了 但有一点 我得跟您说清楚了 我爹他但凡要有个三长两短 这事咱可没完 慢走 咱这好心就没好报了 您说咱这事办呢 官爷 咱不惹事了 但咱也不怕事 既然事来了咱就得接着 接得住呢 是咱们爷们儿有本事 接不住啊 是咱们爷们儿没能耐 怪不得旁人 还是那句话 他们家老爷子现在病重 你家人啊 都或烧或凉的 我都上头了 我守着就是 等老爷子病好了 等老爷子病好了